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耳鼻欧科武招宽医师 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下 鼻中隔弯曲一定要手术吗 鼻中隔弯曲可能会出现在 小朋友经过妈妈产道的时候的挤压受伤而造成 或者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你可会因为跌倒碰撞 他的骨头破损之后再修正 而造成这样的一个弯曲的状况 那因为鼻中隔的主要的功能 是要把我们的鼻孔一分为二 让我们左右鼻孔的气流量 可以达到平均的状态 一旦它的歪曲 它的歪斜 造成它两边气孔的气流分配不均 您就会产生鼻塞这样的一个困扰 所以当您的症状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 譬如影响到您的睡眠 影响到您的工作 甚至因为弯曲的点 造成鼻腔里面的疼痛碰撞 如果有上述这些症状 临床医生可能就会建议您 做进一步矫正的动作 很多人都会有鼻中隔弯曲的问题 事实上鼻中隔弯曲 在很多朋友上面都会发现 原则上临床只要没有特别的症状 并不需要因为这样而大刀阔斧 去做手术矫正的动作 很多人就会有这个疑问 我的鼻子歪歪斜斜的 是不是就一定会有鼻中隔弯曲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的鼻子的组成 外面会有一个硬骨鼻梁硬骨 中间的鼻中隔它会有鼻中隔软骨 还有鼻中隔的硬骨 从外观有 应该说从外观不容易判断出 你到底有没有鼻中隔弯曲的现象 所以大部分医生可能还是要透过 比较精细的内视镜的检测 或者是说初步肉眼的观察 来判断你有没有鼻中隔弯曲的现象 鼻中隔弯曲它其实是躲在 我们鼻梁底下的软骨跟硬骨的组成 所以鼻中隔弯曲的矫正之后 不用太担心会造成外观的改变 但是我们有一些进化的手术就是 如果说你有鼻中隔弯曲的困扰 同时又有鼻外观不满意 俗称的鼻扭曲的困扰 医生可以在做鼻中隔弯曲矫正手术的时候 顺便帮你把鼻头做进一步的修整 鼻中隔弯曲它可能会造成两边鼻孔 气流分配不均 然后可能会有这样子因此而造成鼻塞的状况 别忘了我们的鼻孔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的构造叫做下笔甲中笔甲跟上笔甲 这些笔甲就好比住在这个隔间里面的房客一样 如果房客它的顿位比较大 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空间更是狭小 治疗上面医生可能把一分为二 有内科的治疗跟外科的治疗 耳鼻后科医生最重要的武器大概就是抗主治安 还有一些血管收缩术 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内科治疗我可能会想办法让里面的房客减肥 我试着让一些药物来试看看能不能让你瘦身 这个时候借由药物的治疗来增加气道的一个舒畅度 但是如果说药物失败了 我们下一步可能就要想办法 我要强迫你做减肥手术了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减肥手术的时候 会把肥大的下笔甲把它修小 同时也顺便修整我们的鼻中隔弯曲的部分 就像房子装潢盖做得不好 或者是房子盖歪了 我们就重新打掉重建一样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您的鼻中隔弯曲经由耳鼻喉科医生判断 只不过是轻微的症状 理论上药物达到一定的成效之后 这个鼻中隔弯曲或许就可以不用再进一步的手术 不晓得刚刚这样的回答 有没有满足各位民众的疑问 如果各位民众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耳鼻喉科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健康资讯 请记得按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要开启你的小铃铛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